爱情保卫一战节目跟您见面有两年多的时间 很多观众朋友非常喜欢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也在现场帮助很多对情侣 解决了他们在情感道路上的种种困惑 观众朋友们想知道 节目播出之后 这些情侣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他们结婚了吗 他们是否幸福 保卫爱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和您见面 我们将带您一起关注这些嘉宾的生活现状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对在爱情保卫战中成功订婚的情侣的故事 这对情侣在节目现场引起了很大的挚力 甚至男主人公的言行招职一片骂声 这已经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现在的男朋友 在我们交往三个月左右的时候他得了癌症 什么癌 甲状腺癌 后来呢 因为他家里头条件不是很好 然后父亲也不在了 母亲连成事都没有来过 所以我就是决定说在我们四平当地找了一家医院 结果经过两次手术去做复查 就发现没有切感净 然后我也是多方了走了很多家医院 都说第二次手术风险太大 都不接受 当时我们已经就是山崇随尽了 为了他我把我的长发卖了 就留了15年的长头发 当时我想头部可以再留 但是人的命只有一次 后来呢 然后有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 我也是遇到了好心的医生 就是在咱们天津肿症医院 有一个那个张严章主任 他那时候冒着很大的风险接受了我们 然后在经济上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 当时就感觉生命有了希望 那他现在病好了吗 已经算基本治愈了 然后年前呢 我就是因为可能是压力太大 突然间病倒了 然后两个月之内长了50多斤 你 对 长到250多斤 我们俩就定在说9月份的时候 举行一个小型的婚礼 挺好啊 但是现在他不要我了 他病基本治愈 他不要你了 对 别鼓掌了 这种男人给他鼓掌干嘛 来 有请阿诚 不跟人结婚了 为什么呀 我感觉咱俩一点都不适合 性格也不适合 咱俩他们来解什么婚呢 我也不幸福 你也不幸福 为什么呢 我给你捡头是钱 你想什么来着 现在你说你不要我了 咱俩住在医院里头 那时候没有钱 我住在15楼 我住在地上 我赔了你那么多日子 我八十满尿 你生病有多久 一年半了 一年半 在你生病期间 都是他照顾你吗 我家里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 就是他照顾 医疗费谁出的呢 在家里姐姐 他给我拿一些 你为什么不需要跟他分开 能告诉我吗 因为我现在感觉我根本不是爱的 当时是他救了我 跟他在一起一直都是抱着他 感觉不幸福 你的病算彻底治愈了吗 这事谁也说不好 好